我爱足够的南千 青空外是阳光在很难 大雨为我孤独的高 冬风送我飞翔街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朝霞是一片很惊秀的山 我 水并爱大海 起并爱草原 要问飞行园爱什么 我 走过的南岸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脚下是一片静秀的山 水并爱大海 起并爱草原 要问飞行园爱什么 我爱草原 我想感谢杨明老师来听我唱歌 那杨明老师正好也问问您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什么感觉 来了我特别感动 第一他对空军的了解 那种热爱远远超过了我 他能把飞机现在是千十 千二十怎么样 然后未来我准备当飞行员 他一小他就转眼这个 他买这个书 他讲的呀那所实在的 我这么唱我也没了得那么痛 这个我佩服 第二这个孩子唱歌很有情 这个孩子我看很顺眼 甚至我当场都答应了 我说我等有生四年 我给你写一个 小孩子热爱飞行的一个歌 太好了 谢谢杨明老师 谢谢杨明老师 虽然呢 楚星呢现在是拿着一把笔塔 在唱杨明老师的这首 我爱祖国的蓝天 但是呢我仿佛看到啊 也许十年以后 十几年以后 我们的楚星啊 他可能会穿上空军的服装 驾驶我们的飞机 保卫我们的祖国 好不好 谢谢 我能看到这一幕 谢谢杨明老师 他跟我说过他有一个愿望 他说他的志愿就是要当一名 会唱歌的飞行人员 好啊 然后我跟他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其实我小时候 也希望自己会变成一位飞行员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 还是乖乖地做音乐好了 十五年以后 你会听到民航的 这个机长的一个声音 大家好 欢迎乘次什么什么什么航班 接下来我是机长 给你们唱一首歌 叫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们就知道是他 看到他 真的有句话 少年强 则国强 国强 则少年强 对的 来 给你点赞 谢谢许金老师